通常在很大的雨櫃或風櫃後 特別多便宜車賣 這個時候有些車子會想 會不會水浸車呢 像這輛車為例 你會看到這些氣喉全部都很清淡 有些地方它一定是清潔不到的 很簡單 所有車都有防火牆 正常的防火牆前面的棉 這個棉是很乾爽很挺身的 這些棉一濕水和受熱 輕輕一撕就爛了 防火牆這些位置 洞洞洞洞洞 這些棉會不會融融爛爛 會不會有些上下不同色 假設如果真的會不會 看到它真的是山邊的 可以看看車籠 自面上八成九成的車 在司機位旁邊的蓋蓋 裡面都有一個Fuse 箱 拆一顆出來看 因為所有Fuse 一浸過水 如果你不立即拿出來 把它擦乾淨 而是你給時間去氧化的話 它的Fuse 你一定會看到它 是白白的 發霉模式 它大不了可以整個Fuse 相換 可以看看它的地毯 它沒有浸過水的話 因為它這些膠和棉 你會是很難拔的 很硬的 如果是浸過水的車 你會看到很偏黃 你拔開電面機 看看底部 如果有少許受積 證明它要麼有倒水進去 要麼浸過 這個是適合不到的 你會想它可以全部換掉 這樣 那還可以看什麼呢 在椅子的路軌 它會有顆螺絲 這些螺絲 浸過水 一定會生鏽 如果你都看不到 咦 沒事的 它可以換的 那怎麼辦呢 就靠你的鼻子 所有浸過的車 就算你用所有坊間的消毒 香水 所有的東西 它都一定會有一股 很噴噴噴噴 很難聞很臭的味道 你可以打開尾箱 後排座椅 近一點位置 那些地方 是很難去做到一個 真的一百倍的清潔 其實升高的車 一看底膽的時候 靠著你的頭位 有很多隔熱面 如果要換人工 料錢應該是貴過一輛車的 如果真的去到這樣的 那都沒有辦法 真的不幸地水浸 這輛車浸到什麼情況 真的不能夠呢 你很簡單 通常一輛車 浸到上來地台位置 都還有得夠 大不亂都是可能換地毯 拆掉所有東西 用去吹乾 超度各樣 但是如果當輛車浸到標板以上 你考慮的是你的引擎 你的入風系統 你的水系統 冷氣 滴滴 還有Airbag 電子電腦 電腦 電子零件已經是用不到 全部都要換過新的 用的成本 用的費用都要非常大 甚至乎可能超過了你的車的車價 各位讀者 你好 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 非常 SECRET 日本的電子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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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